人的平衡感夠好吧 兩隻手一張 你就可以走在一條路上了 但羊的平衡感 他沒辦法張手 他怎麼保持平衡 你不用提他擔心 他就是會平衡 我們後面上看到的是 好像有人弄一個金屬板 在地上 結果 這金屬板他們在幹嘛 不是人去玩 是羊去玩 你看有人從左邊上 有人從右邊上 而且你看他一踩之後 這金屬板就會晃 你前晃後晃 人跳上去的話 你第二個人可能會掉下來了 而且你仔細看 他其實不是站著讓他晃而已 他會因為他前晃後晃 他會身體往前往後再平衡 但是這四隻羊 也不是每一隻都趕上去 大家有沒有看見 左邊那個身體白的 頭是黑的那一隻羊 他大概覺得 那隻就比較膽子小了 他大概覺得自己不行了 不然就是擔心自己太重 但是我們從這個畫面 才看得出來 原來一個不穩定的金屬片 竟然能夠讓羊站得這麼穩 但是左邊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人是誰 這個是誰 他在玩現在很流行的 漂浮的這一些 這個HARVEST BOARD 結果沒想到 這樣子就跌倒了 立剛你知道他是誰 他其實是KO無數的人 結果他竟然就被這個 小小的板子給KO了 你說KO無數的人 照理說他應該平衡感 也很強才對 他是Mike Tyson 泰森 對 泰森為騎坐那個獨輪車 跌下來 他本來說可能要買給他女兒玩 他自己很好奇 結果玩兩下 馬上被KO 有沒有看見 那剛好真的倒 擊倒 所以其實才說 打拳擊的人 大家不要看他們很壯 他們其實平衡感 跟那個靈巧度是很夠的 結果還是不抵 原來動物的這個平衡感 比我們好很多 來 剛剛這個大家回去說 這可能是人為的環境 那在天然的環境 應該不會這樣吧 不對 天然的環境才更極端 怎麼說 大家知不知道山羊 山這個字可不是講假的 大家有沒有看見 不管是在這個懸崖峭壁上 然後另外還有中間那個 太誇張 有沒有看見 大家都懷疑這真的海賈 你看他們要下去山谷 慢慢走太慢 他竟然這樣倒一下墻 再倒一下墻 而且一隻跟著一隻有沒有發現 既然這個方法 對 右邊那個很怪 右邊那個楊上樹 對不對 為什麼樹上站那麼多次 中國大陸的順口六 就會講楊上樹不靠譜 這一聽就是亂講的 但是誰錯亂講 楊真的上樹 像那個電影臥虎長龍一樣 是 在主題上面飛 這麼厲害 這些楊這麼厲害會輕功 這麼厲害是不是 結果到底怎麼回事 他們其實好像是因為 那個樹上有一些果子可以吃 再不然就是樹上陰糧 總之他有一些方法 但是重點在於 所以他們不是走人發 對 重點在於 他就算不是武林高手 但是至少爬個樹 爬個坡 下個陡峭的山壁來說 這個都是小case都沒問題 大家仔細看 我覺得有一點過分 下面沒有安全網 他如果不小心掉下來就完蛋了 對 而且這個看起來 大概有兩公尺高吧 好 他就慢慢走 我知道那隻羊是人辦的是不是 不是 大家以為說上面有座一個人 在控制他有沒有 結果哪是 上面那個是猴子 穿著猴子 對 好 那走過去 再走回來 大家就想說走過去走回來 好厲害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見 這個繩索上面 怎麼有一個小突襲 有人看得出來那是什麼東西 真的是羊 真的 來 仔細看一下 你看 那個竟然是一個花瓶 他們竟然放個花瓶在中間 但老師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羊的腳是提的 提照你說應該會滑 才對 提不可能是站在那繩子上面 但他居然可以站在那繩子上 你才知道他經過 怎麼樣的牽錘板裂 慢慢訓練出這個神秘的能力 接下來這個畫面太詭異了 大家有沒有看見怎麼回事 這一隻驢子覺得很奇怪 我的身體怎麼重重的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又不會下來 好怪 大家有沒有看見 你如果跟我說猴子騎鯉 還差不多 這隻是羊怎麼騎在驢子身上 他幹嘛 他騎鯉要找馬是不是 他竟然就騎在這個驢子的身上 結果這個驢子的個性也就 算了 就給他站 結果這個羊 可是羊他居然可以騎在驢子身上 對 沒有錯 重點就在於你怎麼跳得上去 你怎麼站得穩 還要有個鞍 還要有個鞍 是 結果他竟然這麼穩 結果就沒有下來